七八八完之后 高层市政府一直强调 并不知道李长荣话功有秉极管线 但今天传出高层市政府早就知情 市长陈曲上午对此出名道歉 表示是沟通问题 而下午副市长吴宏谋等四位的局处首长 也宣布请此负责 已经向市长 包括我们三个相关工程局处的首长 也就是节力局 水利局跟工举局局长 已经全部向市长提出辞呈 高雄市气泡案发生第七天 高雄市府相关首长提出辞呈负责 李长荣公司埋设管线 高雄市府到底知不知情 在社会强烈的质疑下 证据一一浮现 七号上午市长陈曲出面道歉 坦诚公务局为掌握融化管线资料 市府的确有疏失 横向的联系发生这么严重的错误 这个部分必须要负责 我们非常抱歉 陈局一道歉 负责的局处首长也倍感压力 下午副指长吴宏谋及公务局 水利局捷运局三个局处首长 也跟着请辞 不过强调不希望模糊 减调侦办的方向 外界对市府相关工程的资讯 包括横向的联系 一直都有质疑 而质疑的超过我们工程人们所想象的 那我相信我们的同学 都是非常努力 都是非常负责 都是清白的 但是我们也担心 整个气暴的事件 一等之交 强调市府人员的辛苦 不过为何会有幽灵湘涵出现 河永市府表示 是因为一开始搞不清楚名字 因为主要是名称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花为了许多的时间 高雄市水利局表示 民国81年发包工程时 名称是岗山子 二至二号排水湘涵工程 不过现在是二胜一路 所以找不到图 至于为何会有幽灵湘涵 则是因为当时厂商 没有照图面施工 军工图与县长的施作管线有误差 水利局根本不知道 该处有石化管线敷挂 才会措施第一时间处理肉气危机 是否坦承错误 局托署长也要请辞负责 不过究竟是哪里出问题 仍然搞不清楚 一切都还要整袋调查 油电tv 蔡宗如 杨连祥 高雄报导